大家好,欢迎收看阿团频道的赛事速报 马上给大家带来陈宇飞对戴起影的赛事解说 小戴第一分拿得很轻松 轻刹边线直接得分 批掉上网加质量回挫 中场补刀刹边线拿下第二分 宇飞把球起到中间就是为了限制小戴出斜线的角度 但是小戴的手感非常好 杀小对角把球砸在了边线上 耐心控制宇飞的底线 又是一次非常轻摇淡写的正手轻杀 宇飞对自己反手侧的防守做得不是很好 开局到现在已经丢了好几分了 被动高条 宇飞压一拍平高 杀斜线 不错,这个套路 先是一拍平高球把小戴的重心向后带 然后把球砸向小戴斜线的空档 双方再一次形成高质量的底线相持 然后是宇飞的正手强攻中路 小戴杀中路将回放 头顶抛高 宇飞起跳但是没有杀球 而是快速的压力拍斜线平高球 有点让小戴出乎了预料 小戴轻杀上网加之量回挫 宇飞起跳反击一拍 小戴收掉上网再次加之量回挫 宇飞抓扑没扑死 这是因为小戴的回挫非常贴网 宇飞压斜线平高球 被小戴直接跃起截杀了 小戴对宇飞的平高球有所提防了 头顶区的杀上网 好球 小戴高点抢勾对角 收掉 最后是宇飞的跃起三杀 终于杀穿了小戴的防线 小戴轻松得分 这是因为弱点让宇飞产生了犹豫 小戴抢错反控制 重杀小对角 停顿弹底角 最后是宇飞的抓平推反打斜线 宇飞打出平高球之后看了一下自己的拍子 似乎是刚才那拍平高球 出球质量不胜理想 反派抛高 回钩 宇飞抢搓 小戴再勾 又是一次小戴招牌技术的得分 这是属于小戴专属的技术变现 小戴收掉 没有晃到宇飞 小戴拼落点加上网推过顶 打了宇飞正手抵脚的一个转换不及 宇飞快速压一拍斜线平高球 被小戴反抓 然后快速上网停顿回放 宇飞第一局被小戴抓了好多个平高球了 这其实与其说 宇飞的出球不太到位 不如说小戴今年开年以来的状态非常好 抓取的强势体现出小戴能力的强势 小戴重杀边线 还是从宇飞今天表现不佳的 反手侧的接杀突破了 小戴开局加之量回挫 被宇飞快速弹出了正手底角 此后小戴就陷入了一系列的被动 宇飞刚才反手蓝抽了一拍 双方形成斗网 小戴很敢搓 搓得又贴又转 接杀挡对角 非常贴往贴边线 反击 精彩啊这一球 小戴两次往前出手 太大胆 太精细了 这是通过细腻的技术打开了属于自己得分的机会 小戴头顶薄杀一拍 宇飞反击 宇飞再反击 头顶区的单刀指路 突破了小戴的正手边线 宇飞强攻开路 被小戴挡出对角 可惜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往前做技术动作的机会 但是可能对于小戴来说 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反而没有能够把握得住 宇飞再次降攻开路 杀上网 连续封网补刀 进攻不一定赢 不进攻一定输 宇飞的关键分战术打得非常坚决 宇飞又是想要控网强攻 但是小戴起球非常到位 小戴头顶点杀拼落点 落在了边线上 通过以假乱针的收掉 先把宇飞的重心向右前放带 然后再快速地以假放针推的技术 把球推向宇飞的空档 小戴软压 上网加热量回放 宇飞快速推过顶 落在了键内 小戴重杀 快速高点弹过顶 又是招牌的收掉 今天小戴的收掉可以说是非常逼真了 这是因为有强势的抓取作为铺垫 中方形成斗王 小戴强挑过顶 接杀党对角 正手杀大对角 再拿一分 那么这个阶段很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 宇飞的速度越来越跟不上小戴了 这不仅仅是能力上的差距 而且还是技术上的差距 小戴的手上技术 让宇飞的跑动产生了很多的不舒适 宇飞似乎是不想打多拍了 有两到三次咬牙的强攻呢 又是一拍底线的九成力的强攻 宇飞毫无疑问是不想打多拍了 宇飞杀加高挑 小戴头顶收掉 横向连贯正手下压 宇飞反击 头顶单刀直入 高点停顿回放 小戴的低点斜线摆脱 没有能够摆脱出去 好球啊 小戴的边线拼落点换连贯 又是一拍头顶去的 脱杀斜线 宇飞把第一局最后几分的关键分打法 一直带到了第二局 延续到了现在 那么从得分数据来看的话 宇飞制定的这个思路很显然是合理的 因为根据过去的回合 多拍相持会给小戴用头顶收掉技术 以及往前各种技术的机会 那么宇飞要做的就是通过薄杀来减少相持 不给小戴做这些技术的机会 从而把局面导向对自己相对有利的方向 被动高条 小戴反击压了一拍平高 头顶下压斜线 快速上往低点的加之量回挫 强攻小对角 突破了宇飞的正手边线 刚才宇飞的那两个主动杀球的丢分啊 传递出了次局下半局的一个信号 就是随着他薄杀薄快薄少拍的能力下滑 装后的拍数有重新增多的趋势 胜利的天秤 又重新的向小戴的方向稍微倾斜了一点点 小戴头顶区的招牌收掉 直接得分 已经是不知道递多少次了 这一招太好用了 那么小戴的头顶招牌收掉 在中国大陆这边呢 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老头掉 因为这一个技术经常出现于中老年爱好者之中 但是从这场比赛来看 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 就是技术没有高低级之分 只要实力足够强 那么再接地气的技术 也能用出很高大上的效果 那么我们对第二局做一个简单总结 就是双方的战术还是没有变 宇飞主要还是输在个人能力的下滑 为了避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 形成多拍相持 宇飞依旧采用了薄快薄薄薄少拍的战术策略 但是呢成功率大大降低了 要么杀下网要么杀出界 要么杀过去 被小代加之量地挡了回来 导致自己连贯不及 小代这边呢多拍又占优 像宇飞一样的薄快薄薄薄少拍也同样占优 所以最终就体现在了比分的差距上 小代是弱高条 宇飞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压平高 那么这一分你可以看出 经历了第二局的挫败 宇飞在第三局的头脑稍微冷静下来了一点点 开始在相持上想更多办法了 双方形成斗网 小代失落高条 宇飞强攻 没攻死 最后是凭抽中反击得手 小代挡远网抓推 横向连贯 头顶软压 宇飞头顶点杀斜线 再次被小代加之量挡了回去 出现了第二局关键分的情况 宇飞的球威压不住小代了 那么就会给了小代分球或者加之量的机会 小代强攻 小代的球威压住了宇飞啊 通过球威带翻了宇飞接杀的控球质量 现在进入决胜局之后 反倒是小代开始打起了薄快薄 薄杀薄少拍的打法 宇飞第一拍下压打得很聪明 通过一个点杀的技术动作 把球点向了小代的正手边线 没有依赖力量打球威 而是通过技术打落点 宇飞再次降攻 再被小代顶了回去 最后发展出进攻推进 先杀左边再杀右边 突破了小代的防线 小代反击杀斜线 加推斜线 让宇飞连贯不及 正手中杀 直接拿下笔分 宇飞今天反手侧的防守接杀 做得不太好 小代杀中路 加这样回挫 非常贴网 而且旋转 中半场补刀 这是小代的技术特点 一旦给他往前加这样的机会 他真的可以把球搓得像龙卷风一样旋转 宇飞杀加放 小代再次高挑 非常耐心 宇飞的后场球 好像已经给不了小代心态压力了 最终又是我们的老熟人 头顶收掉 那么这一个直接起跳的中杀呢 有可能是宇飞接下来摔杯为号的信号了 接下来可能宇飞的每一个回合都是这样子打 又要开始发起第二局关键分的搏杀攻势了 很少 很久 对 对 对 那么这一个阶段的多拍相持还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号 打多拍还是小戴更占优一些 与非可能只剩下薄杀一条出路了 而小戴既能薄杀也能磨多拍 所以相对要更占优 这一分太可信了 小戴已经像刚才的多拍相持一样 逐渐占据了主动优势 完全是输在了自己的失误上 小戴的速度非常快 与非拿到的依旧是相对的低点 但是小戴又是一次鼓动的失误 这一个阶段再次上演了与非的本色属性 顽强地跟随和挣扎能力 与非软压 小戴被动抛高 低点勾对角 正手强攻 与非顶着回去 防守非常强硬 界外 那么接下来小戴就很危险了 与非现阶段的状态有点回暖 假如他还是像前面的关键分那样子 搏快搏杀搏少拍的话 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冲到了21分终点 与非的后仰过度有大破绽 那么小戴也是抓到了这个破绽 转化成了自己的得分 左半区的相持 最后是小戴的招牌正手滑板掉直线 骗到了与非 这是一个在今天相对出现频率较低的技术 双方斗亡 小戴回钩 与非抢搓 搓出了边线 再收掉 与非跟得不错 适应节奏了 那么小戴的节奏也有点慢下来 最后 没想到会是这样子的结局 是小戴的运气滚网啊 太戏剧了这一分 那么刚才阿童说 与非说不定会通过搏杀的方式 来快速冲到21分终点 现在的话 童哥可能要收回这个观点了 因为这个多拍毫无疑问 让与非元气大伤 接下来 与非很难再打出 第二局关键分那种有威胁的 搏快搏杀攻势了 小戴在圆网的评抽中 拿到了高点形成风啊 那么在远往相持 如此军事的局面下 依旧能够被对手抓到得分机会 说明与非现阶段的精细神啊 是有一个非常急剧的下滑 小戴夹着让回挫 强攻变线 补刀 小戴的补刀没打准的 但是反倒是这样子 阴差阳错 让自己的球位变弱了一些 导致落在了界内啊 与非头顶 薄杀一拍 好不容易追回一分 最后是 与非的下压拓战 给小戴发起 评抽介入的机会 那么这样一来 恭喜小戴成功 晋级到了决赛 只能说这场比赛 到最后有这样子的结局 是行李之中吧 其实与非的颓势 在第二局关键分 就已经很明显的暴露出来了 一直都在苦苦的坚持 那么这也是 与非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 在劣势 在艰苦的局面 也在苦苦的坚持 等待万一出现的转机 就像这一样的转机 就像这一样的转机